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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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家法型來說的話 我覺得就是 主要視訊會議 那一定會是 讓表面 整面 看起來是好看 那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前面 所有你看得到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 你只要把長的 全部拉起來 用這種捲子 捲進去 那記得 捲子一定要大 不要用太小 因為太小的話 真的會 比較老期 它會有點太捲 所以說我們可以 把它捲進去之後 用吹風機 稍微加熱一下 然後 平常的話 如果你沒有加熱的話 你可以直接 停15分鐘左右 但如果你真的 等一下要趕著會議 那我們就使用吹風機 簡單的 等著去加熱 加熱完之後 我們可以讓它 稍微停一下 讓它冷卻個大概 30秒 其實也不用那麼久啦 大概15秒就可以了 拿的時候啊 一定要 千萬要記得 要把它梳好 之後 是往前放 往前放一個彎 再把它往後扑 它的弧度就會 出來 那最後 我們可以再利用一些 像這種小夾子 家裡應該都有這種小夾子 去把它夾起來 你可以夾一隻到兩隻到三隻 都可以 看你想要的 碰 因為這種夾子啊 它本身就是鐵的嘛 那鐵的或鋁的來講的話 它會有少熱 所以說我們只要稍微夾起來 稍微去吹一下髮根 讓這個夾子 本身就會產生一個熱度 那熱度就會去讓我們的髮根 是站得起來 好 那一樣冷卻一下之後 再把它放下來 我們只要輕輕的再把它抹一些護髮上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從正面看 你要去開會或幹嘛 已經是會變得比較整齊 比較有型點 如果說你放了一些包包頭 或者是一些隨便的一個麻味 那放下來一定會有痕跡 那很簡單 如果你單用吹風機去吹它的話 它只會更毛躁 因為它本身已經是乾的 那你反而會更靜電 那這個時候很簡單 就是需要手上抹一些水 針對你 整個表面 稍微把有痕跡的地方 表面的地方 稍微噴一點水 讓它有點濕潤 這個時候啊 你再拿你的吹風機 用你的手 拉著頭髮 由上往下 基本上 痕跡就可以完全不見 而且啊 頭髮還可以比原本來的 還要亮一些 可以看一下 痕跡就不見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吹風機本身一定要有吹嘴 風一定要是集中的 如果說它是閃的 或者是太過寬 它的風是沒有那麼集中 它是閃風的話 只會讓你的頭髮更毛躁 它在綁完馬尾之後啊 像這種時候會有一些比較卡的地方 一定要用手 去把它往下梳順 稍微讓它順一下 才不會有一些頭髮 還是沒有綁好 綁到一半 然後卡在裡面 那你整個梳好完之後 你可以再用一個動作 用你的手 先用左邊 拉 就看到頭髮都會變得比較緊 原本這邊都是鬆的 左邊拉完 左右拉完之後 然後你上下 像一個十字一樣 再去拉 拉緊 整個後面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圓一些 最後我們再去調整我們的頭型 那調整頭型的時候 大家都會從這裡去拉 其實從這裡拉就錯了 一定要從髮根的位置拉 所以說 我們要這樣子去拉 調完之後 可以再重複一次剛剛的動作 左邊拉 右邊拉 即使我們這樣子拉的時候 一定都是拉這邊的髮根 而不是拉髮中 所以說我們在拉的時候 拉著髮根 是站起來的 你拉髮中的話 會變成是 髮中通 但是髮根的地方會不拉 所以一定要 不管你怎麼拉 一定要是從髮根的位置去拉 這個線條也會比較漂亮 空這個也會比較漂亮 然後啊 如果說還要更進階 還有一些時間 大概三到五分鐘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 定角的位置 再拉一點出來 然後一樣 用家裡很簡單的捲子 把它捲上去 然後再用吹風機 吹完之後啊 讓它冷卻一下 放下來 就會有一些弧度這樣 就不會是那麼單調 那麼無聊的一種 首先要用手 讓頭髮是順的 你反而用手指去拉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痕跡在 那這個的話 我覺得會是比較 好看的 的感覺 那整個拉好 這些掉了就算了 那些都不重要 好了之後 我們綁啊 如果說真的家裡 不要太複雜的話 我們就是繞進去 很像一個綁把尾的動作 但是在第二圈的位置啊 我們就是不要 綁進去 我們直接拉一半 最後啊 把這邊先拉 簡單的拉一些線 拉鬆 再把尾巴 收進去 收進去之後啊 有一些閃的 像有一些女生的頭髮 層次比較多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毛夾那些 去把它固定好 我們只要把這邊 從一半的位置 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這裡來 把夾子插進去 另外一邊也一樣 重複一樣的動作 從一半的位置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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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讓它順到旁邊來 其實就可以是一個很簡單 很隨性的一個 包包圖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進階的話 你可以把中間的位置 往上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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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剩下的啊,你可以把它一樣掛進來 或者是,我覺得是直接塞耳朵也是可以的 就可以有不一樣的感覺 從側面看的話,就會有一種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挺好的 如果你要再更近些啊,兩邊對稱 一樣這邊就是拉鬚鬚 再去做一些捲度 看一看,哪邊比較扁 例如這邊比較扁 那一樣,我們就是去拉髮根的位置 那切記,不管做什麼啊 那一定是從髮根 絕對不能從髮中 那只要拉完之後啊 側面應該就頭形做得都出來了 眉毛的中間兩個點 到你的中線點,就畫三角形 那這邊就是扇起來之後再去修 如果說你是要用一般的家裡的那種剪刀 嗯 你如果是這樣子剪 一定很難平 嗯 因為它不夠力,它一定會推到或是折到 嗯 所以你可以嘗試著這樣子剪 直的剪 對 至少它不會有推的動作 那你沒剪掉 就沒剪掉再剪一次而已 但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折到就 不行 那可能 頭髮就歪了 那你可能就變得越剪越短 越剪越短 吹乾 自然的把它吹乾之後 再去剪 你不可以油油的剪 因為油油的剪 你剪完如果是剛好的長度啊 你洗完頭再吹乾 它又鬆了之後 就會跑到眉毛上 好